昨天我们讲到贝多芬的交响曲 让他出名的变成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是因为战争交响曲 而如今被载入史册的却是他的九部交响曲 这九部交响曲很多人一直是不敢听的 因为觉得太难了 其实在每个年代都一样 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对大家来说一直都是难的 真正理解它需要花不少力气去克服 但如果不去听你就失去了体验一番 这个伟大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他的情感非常的奔腾 像大海一样起伏壮阔而真实 我每听一遍都会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渺小与脆弱 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 它的排列有一个规则 像第一交响曲第三交响曲13579 这些单数号的都是大调的阳刚的 英勇的具有革命性的作品 像第三交响曲英雄 第五交响曲命运 还有充满九神精神的第七交响曲 启吞山河的第九交响曲合唱 而他的2468呢 这些双数号的都是柔和的沉浸的风格 像第四交响曲温柔轻盈 舒曼称她是两个北欧大神之间的 一位温柔的希腊少女 她的意思是说第三五交响曲就像两位北欧大神 那第四交响曲是中间的一位温柔的希腊少女 第六交响曲是描绘自然风光的田园交响曲 还有精炼而轻松愉快的第八交响曲 昨天我们听了第三英雄交响曲 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双数号的第六交响曲田园 我们前几天讲莫扎特的交响曲 已经知道大部分交响曲有四个乐章 快版 慢版 小步舞曲和快版的中曲四个乐章 但贝多芬的这首田园却有五个乐章 第一乐章是描写初到乡村时的愉快感受 第二月 在小溪边 第三乐章是乡村聚会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月章 暴风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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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所谓的自然的交响不仅仅是自然音响的汇集而已 它更需要有一种升华的精神力量 有了前面暴风雨的积累最后一个乐章 我们前几天讲到贝多芬的月光和热情都是出版商家的标题 是为了促销 可是这首里面的五个小标题都是贝多芬自己加上去的 又描写出道乡村时的愉快感受 还有在西边 乡村聚会 暴风雨和牧人之歌 可见他是多么喜爱乡村生活 我们知道贝多芬是一位纯音乐作曲家 他兴高采烈地写了那么多标题 无疑大大提升了标题音乐的地位 他是最后一场深 呼茬的地位 大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乐章叫做在西边 我们一开始就听到水流声 是弦乐族演奏的水流声 这流水与我们平时听到的水流声不太一样 像著名的沃尔塔瓦河 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潺潺小溪 而这里我们听见波浪浑然起伏 显然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想起贝多芬曾经在草稿上写 他说河越大 调越沉 可以看作是这一段的写照 乐队里面一般有64把提琴 依此分成五组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还有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一组一组数目递减 这里的第一小提琴演奏一个轻快的主题 另外的弦乐器都来演奏水流起伏的声音 第二乐章是一首奏鸣曲 同样有两个主题 其中这两个主题并没有冲突 没有贝多芬习惯性的那种爱憎分明 像白天黑夜般的那种冲突 第一个主题是歌唱性的旋律 逐渐的开阔 好像到了乡村心情舒畅的感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二主题是对第一主题的一种呼应 像是从心底升起的甘美旋律 是一个类似民谣的曲调 之后发展成了弃乐化的音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这里我们听见了一种深沉的激情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又有激情又深沉的情感呢 我以为是因为大提琴组和低音提琴组的浑厚音响 在背景处铺垫的缘故 同时还可以听见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的波奏 像一种沉缓的心跳声 这里的音响厚实丰富而生动 听来对大自然充满感激 我听这首乐曲的时候总是被他的情感所打动 一个人可以对世界身怀如此深沉宽阔的情意 他让你觉得平时让你纠结的眼前的一些烦恼 其实都很渺小 同时在这个乐章里面 我们也听见了不少像光影迷离的音响 像阳光从树梢之间洒下来 还有水玻璃的闪闪倒影 木管乐器时不时地从乐队里面浮现出来 唱上一两句又消失 而且贝多芬在描绘自然风景的时候 非常的可爱 回复天真 几乎是用一种儿童的方式 比如让一些乐器演奏颤音 类似童谣的重复音 他回到自然就变成了一个孩子 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 在这里乐章的结尾处 有一个由木管乐器模仿的鸟叫声 贝多芬特别在乐谱上标示出来 这个长笛呢 代表夜音 双黄管代表鸳唇 还有单黄管代表不孤鸟 这个做法在当时引起争议 为什么争议呢 因为太具体了 太具体就不太像大师嘛 但我们听来觉得贝多芬写到这儿大概是来了兴致 觉得很好玩 每次听这个乐曲 我想到的是贝多芬对大自然的情谊 在童年时代 他生活在波恩 每天一无人看管 他就一个人在莱茵河岸上走得很远 看身边的柳枝轻浮水面 看远处烈日下的戚风山和山上那些破旧的古堡 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走得很远 后来在维也纳 每个下午出门散步 刮风下雨的时候 他性质更高 摘掉帽子 呼吸雨中蒸腾的土地的气息 兜里揣着一个笔记本或者一本书 在口袋边上露出一大节 性质勃勃地一边走着 一路哼哼唱唱 手舞主导地打拍子 后面跟着一大群光屁股的小孩 后来他一生都保留着这个野外散步的习惯 有一天呢 贝多芬和心爱的学生李斯一起在树林中散步 李斯说 老师你听 鸟儿唱得多好听啊 可是贝多芬什么也听不见 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开始他觉得耳朵在嗡嗡作响 然后呢 听力不可控制地日渐衰落 1804年 他32岁 事业正接近顶峰的时候 竟然失聪了 上帝让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变成了笼子 他怎么也料不到 上帝给他的磨练 给他的考验 竟然是耳聋 是对音乐家来说 比死更惨的耳聋 他后来听了医生的话 搬到维也纳的郊区 海利根斯塔特疗养 放下工作 思考 洗温泉浴 在葡萄园中散步 夏天过去之后 清闲的幽居 让他渐渐地心里伸出恐惧 之后呢 是可怕的精神消沉 他想到自杀 写下了著名的 海利根斯塔特遗言 他说 你们这些人说 我充满敌意 喜怒无常 愤世嫉俗 你们怎样冤枉我 我的心和灵魂 充满了善意的柔情 一种灼热的焦虑 抓住了我 因为我害怕 我的病情被别人注意 只有德行 而不是金钱 才能带来幸福 耳蓉让他死了一次 在痛苦的焚烧之后重生 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只有我的艺术 阻止了我 我觉得 在把我内心感受到的一切 表达出来之前 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 因此 我就饶了这可怜的一命 现在看来 海利根斯塔特遗嘱 并不算是遗嘱 它是贝多芬向死而胜的 曲折的内心记录 田园交响曲 就是在他耳聋之后写的 好多朋友都问 音乐家耳聋 就像画家诗名一样 这还怎么作曲呢 其实对于听觉训练有素的 作曲家来说 耳聋其实并不是灾难 就像贝多芬在信中流露的 他在意的不是自己耳聋 而是担心别人发现 他是个聋子 以为他没有音乐前途 因为作曲家的音乐 是来自他的想象力 而不是外在音响 他们是依靠内心听觉工作的 良好的内心听觉 拥有精确的多声部听力 也就是说 他心里有整个管弦乐队 他会听得见 像莫扎特作曲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灵感喷涌 一挥而就 其实他心里早已经打好了 交响曲的副稿 坐在书桌前 只是记谱下来而已 我们发现贝多芬散步的时间 总是比他工作的时间长 他的大部分乐曲 都是在郊外散步的时候写完的 和树林 泉雪和小鸟 风声一起工作 失去了听觉 他照样可以用内心听觉来作曲 只是有一点寂寞了 自从换了耳机 在海利根斯塔特的幽居时期 贝多芬才真正领会了 大自然对他的全部意义 接下来呢 我们在单曲推送这一首 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大家再来感受一下 贝多芬对大自然的深沉的激情